大家好,我是大伟 肾气不足,经常感觉腰背酸乏,浑身没力气的朋友 今天我要教给你一个非常牛的动作 这个动作牛在哪里呢? 它可以快速地提高我们的肾气 让你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强壮,越来越精壮 同时通过动作的练习强化我们的一个后背 提高我们身体的整体的代谢 并且还能加强我们大腿的力量 这个动作可以说是非常全面的 你相信我,只要你每天可以坚持练习三分钟 坚持上一个15天到20天左右 你会发现它给你带着惊喜 远比你想象的要好很多 好了,咱们今天话不多说 直接会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 大家看完以后感觉有用的 评论区下方直接打上有用两个字 并且一定要记得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 以免以后想要再看一遍 找不到了那就麻烦大了 我们现在来开始讲这个动作怎么去做 这个墙背提肾气的动作非常简单 首先我们来讲一下姿势 我们第一点就是说 做这个板凳的时候 我们千万不能一屁股把这个板凳做实了 我们屁股担着一点板凳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板凳你看 做一半 后面留一些位置 然后我们把这个腿部分开 你看腿完全打开 打开到什么程度呢 你再往后打不动了 就这样腿的一个角度你看小腿和大腿的一个夹角90度 把这个姿势先做好 做好了以后呢 我们开始把我们的一个双手你看这样 折叠在一起 折叠好了以后 身子往下 在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腰背部的简单热身 大家看 左右手来回的摆臂 正常的呼吸 先来回的摆臂 我们先做一个大概30下到50下 做完了以后你会发现后背发热 而且很多朋友做的时候会感觉大腿绷得紧紧的 非常舒服 好了 当这个动作做完以后我们怎么办呢 你看我们手往上 一 二 三 四 好 你看从侧面看一下这个动作 非常经典的一个动作 腿打开 身子往前 这个时候呢我们小腹啊是内收的 因为我们的动作是往前 所以呢我们的头啊自然而然会往上昂一些 突然锻炼了我们的颈椎后侧的一些肌肉 然后往上 一 二 三 四 再注意啊 我们往上做这个抛的动作的时候啊 后背是始终保持什么呢 绷直的啊 你千万不能说什么 一做 哎 我这个身子啊抬起来了 或者我身子啊大幅度的晃动不行 身子啊往前就固定 用腿支撑我们的身体啊 就叫这样支撑好 然后呢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啊 如果想加强我们难度的话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手掌向上 手掌向上来试一下 感觉是不一样的啊 三 四 五 六 七 啊 做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啊 我们往上的时候速度可以快一些 往下降的时候呢 速度稍微慢些 保持呼吸 呼吸的话就是说 我们往上你看 吐气 呼 呼 呼 啊 就这样 不要小看这个动作啊 你们只要去尝试大概去做个十下到二十下左右 你会发现啊 你的心跳啊 明显加速 而且后背这个地方啊 特别的酸 很多地方都得到了强化 你能感觉到自己越做身体的力量啊 就越充满越足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动作 也可以帮我们锻炼我们的全身 提升我们的肾气 包括强化我们大腿后侧的这些筋络 所以呢 今天这么好的一个动作分享给大家 大家学会了以后 一定要给视频啊 点个赞 同时把这么好的一个动作 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 今天的视频啊 就分享到这里的 我是大伟 没有关注的 记得一定要关注我一波 在这里啊 你能学会到更多的一些 非常好非常实用的养生小技巧 我是大伟 谢谢大家